美国国务院指控古巴以生活武器攻击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美联社12日首次公布一段疑似是生活武器的刺耳录音 专家指出这段录音有多达20个报音 频率在7000至8000千克 持续的时间不相同 这段磨音如心电图般 有时是奇妙 但有时会长达数分钟 接着便会回复寂静 有时是4秒 有时则是13秒 然后再次出现刺耳声音 这段录音听起来很像是一群蟋蟀发出的叫声 各有不同的音调 也很像是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 乔治华盛顿大学声音专家萨卡尔聆听后表示 有20个报音 专家未能确定刺耳录音与人体受伤的直接关系 负责分析录音的美国海军及国务院也拒绝置评 白宫幕僚长海力则指古巴政府是声波攻击的罪魁祸首 据大使馆职员透露 若他们感到遭声波攻击便要立即离开 部分职员更或发录音装置 录下来历不明的声音 国务院声称多达22名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因声波攻击智商 据了解 在古巴出现身体不适的美国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听到这个声音 但有些人说虽然不是很近似 但这个录音大体上和他们听到的声音一致 忠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